罗马是一个充满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城市 拥有许多世界著名的景点和建筑 无论你是一个文化爱好者、美食爱好者 还是一个旅游爱好者 这里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在这里你可以参观许多著名的历史遗迹 美术馆和博物馆品尝到地道的意大利美食 还可以享受到美丽的自然景观 下面是罗马的十大必做知识 希望能给你的旅游计划带来帮助 参观斗兽场 罗马斗兽场是古罗马最著名的建筑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罗马竞技场 这座建筑于公元80年建成 可容纳5万人观看赛事 在斗兽场内 你可以了解到古罗马竞技场的历史和文化 还可以参观一些特别的展览和表演 游览梵蒂冈 梵蒂冈是天主教教廷所在地 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和文化中心之一 在这里你可以参观梵蒂冈博物馆 圣彼得大教堂和西斯廷教堂等著名的文化遗产 西斯廷教堂内的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壁画之一 一定不能错过 参观罗马古城 罗马古城是一座建于公元前753年的古城 是古罗马的首都 在这里你可以游览许多古老的建筑和遗址 如罗马论坛、巴西利卡、帕拉蒂诺山等 这些历史建筑的壮丽和历史文化的厚重 让人不由地感慨万千 参观特拉维·芳腾 特拉维·芳腾是罗马最著名的喷泉之一 也是欧洲最大的巴洛克风格喷泉 这座喷泉高26米 宽20米被认为是意大利最美丽的喷泉之一 传说如果你在特拉维·芳腾喝一口水 就会回到罗马品尝意大利美食 意大利是一个以美食而闻名的国家 而罗马也是意大利美食的代表之一 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许多著名的美食 如意大利面、比萨、意大利蛋糕和意大利咖啡等 在罗马的街头巷尾 你可以找到许多美食店和餐馆 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 这将是一次非常美妙的体验 参观卡拉卡拉浴场 卡拉卡拉浴场是古罗马最著名的浴场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浴场 这座浴场建于公元217年 可容纳1600人同时使用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古罗马人的生活习惯和浴室文化 还可以欣赏到许多古代艺术品 游览罗马大教堂 罗马大教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天主教堂之一 也是意大利最著名的建筑之一 这座大教堂建于公元1506年 历时近一个世纪才完工 在大教堂内你可以参观许多著名的艺术品和建筑 如巨幅壁画和巨型穹顶等 游览罗马公墓 罗马公墓是一座建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古老公墓 是古罗马时期最著名的墓地之一 在这里你可以游览许多古老的墓穴和遗址 了解古罗马人的造理文化和信仰 参观罗马皇帝的宫殿 罗马皇帝的宫殿是古罗马最著名的建筑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宫之一 在这里你可以游览许多著名的宫殿和花园 如费尔默公园和威尼斯广场等 这些建筑的壮丽和历史文化的厚重 让人不由地感慨万千参观罗马的现代文化 罗马不仅是一个充满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城市 也是意大利最著名的时尚文化中心之一 在这里你可以参观许多时尚博物馆和商场 了解罗马的时尚历史和最新的时尚趋势 此外你还可以在罗马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和节日 如电影节、音乐节和时装周等 感受罗马现代文化的魅力 以上是罗马旅游的十大必做事项 当然除了这些 还有许多其他值得游览的景点和活动 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罗马的历史文化 可以去参观一些小型博物馆和画廊 或者加入一些文化之旅和导游活动 总之 罗马是一个充满惊喜和魅力的城市 无论你是文化爱好者 美食爱好者 还是时尚追求者 这里都会给你带来难忘的旅游体验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旅游视频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不要忘记给它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以便及时获取更多精彩的旅游内容 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您的旅游经历 或者是提问有关旅游的任何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期待在下一个旅游视频中 再次与您见面